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节后半段篮网失误增多 凯尔特人趁机建立两位数领先 第二节海沃德和罗奇尔两人联手帮助凯尔特人将分差拉大到20分 不过库鲁兹接连三分帮助篮网 缩小分差上半场凯尔特人56比45领先篮网 下半场回来篮网首先发慢 一度将分成缩小到5分 不过欧文挺身而出 带领凯尔特人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 此后凯尔特人掌控住场上 局面最终凯尔特人116比95战胜蓝网取得三连胜 蓝网的三连胜也刀刀终结数据统计凯尔特人 24至15莫里斯12分塔图姆16分 4版4柱二段霍福德12分9版5柱 欧文17分6柱 斯马特12分7柱 奥杰莱4分 塞斯11分8版 海伯德12分 罗歇尔10分 杰伦布朗4分 瓦任美赫4分拦网 20至22 库鲁兹24分 列皮尔10分5本6柱 拉塞尔5分5柱 埃德戴维斯11分9版 法里德 13分12版 格拉汉姆9分2版 丁威迪15分比赛开始 蓝网上来 九多人开花连中四个三分 以12比4取得领先 凯尔特人由莫里斯和塔图姆拿到4分 不过随着塔图姆和斯马特的外线 开火凯尔特人 打出高潮一路将比分反超 库鲁兹赛中三分 止血霍福德和欧文 各天两分 库鲁兹接球双手抱扣 斯马特手感火热 再标两个三分 不过法里德也在底角回敬一个三分 欧文展现个人能力接连坎分拦网 则多次食物送给凯尔特人 轻松拿分机会 凯尔特人再度打出高潮 以34比22 领先结束第一节 第二节上呢 凯沃德仰手 就是三分篮网通过罚球略微追分 凯沃德和罗奇尔两人 接连拿分帮助凯尔特人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分 来到47至27 凯尔特人领先20分篮网 罚球 再追4分欧文 急停跳投命中 库铺鲁兹接连轰进三分为篮网 缩小分差篮网 多点开花 忍住局势 丁薇迪连头带拔再拿4分 半场结束篮网45 比56落后凯尔特人 下半场莫里斯先生夺人3分也中 内皮尔马上回敬三分 跟着拉塞尔和阿伦 接连打出反击 连拿6分帮助篮网 54至59缩小分差 欧文再度开启得分模式 接连拿分帮助凯尔特人稳定局势 而莫里斯外线也找到手感 接连命中三分篮网 依靠突破拿分 但分差仍旧再度被拉打 海沃德突破打进凯尔特人 78比64 领先14分丁维迪 也是突破回敬2加1 欧文依靠突破 不但自己拿分 还接连魏赛斯创造出机会拿分篮网 依靠把球拿到三分 三节结束凯尔特人86至74 继续领先第四节丁维迪率先射中三分 不过 塔图姆过来马上还上三分 两队多次进攻打铁后 罗奇尔抛头打破将局格拉汉姆 则虎顶命中三分 再次跟进再做双手抱扣 同时造成范围加伐命中篮网内线接连追分 不过 凯尔特人通过配合连续上演扣篮表演 同时凭借这波高潮 再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4分 虽然此后篮网也回敬一波高潮缩小分差 但实际所剩不多 最终凯尔特人116-95拿下篮网首发阵容 凯尔特人先发欧文 斯马特 卡图姆 莫里斯 汇福德兰网先发 拉赛尔 内皮尔 库鲁茨 杜德利 阿伦 姆